这一天 好茶 三弟 太子 太子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刚到 快坐 你应该先去看看颜妃啊 怎么跑到她这儿来了 好久没见母妃了嘛 这个四弟啊 欠我一卷顾凯芝的女史真图 我想拿去给母妃高兴高兴 所以就先来讨债了 怪不得都说三哥你 你这周王难缠 一幅画卷而已 你竟然 把孝道这顶大帽子拿出来 这我哪担得起啊 我这就拿去 快去吧 三弟啊 什么时候回来周周 这次我向陛下请令了 想在长安待久一点 一则呢 是皇后千秋大寿 二则 是想喝了太子的喜酒再走 好啊 拿 拿下去 多谢了 等有空啊 我约你们俩一块去打猎 三弟啊 看来建树又有长进 太子 你是不知道 在周周待着太无聊了 天天打猎 可不就长进了吗 剑术长进是好事啊 只要你的剑 只用来射猎就行 太子说笑了 这当然是玩笑话了 陛下威震万方 谁敢射进长安啊 太子 你不是要看戏吗 都准备好了 好啊 三弟 一起开心 好 走 真是极尽其妙啊 真品 献给母妃 她一定喜欢 不可 为什么 殿下 是你献给皇后的寿礼贵重 还是她贵重 献给皇后的寿礼当然不轻 不过两下比较嘛 还是顾凯之的女史真图 更为难得 那这个就必须献给皇后 可母妃 她不会在乎这么一句话 她在乎的是殿下你 能否洁身自好 能否远离是非 我已经够独善其身的了 不让我待在长安 我就去周周 不让我有所作为 我就天天打猎 把自己装成一个顽固 他们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殿下和其他的皇子不同 你八岁就受巧于当世大儒 受失礼熏陶 启蒙比太子还要早上两年 正因为如此 你更被看重 而你 也就要更加谨慎哪 找水说得有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好 如此可教也 你做得对 区区一幅画 怎么能和你的平安相比 是 多亏钱长使提醒儿 这个钱文景 倒真是个人才 陛下把它放在你身边 可见 可见 你阿爷 对你的器重 颜飞 这是我儿周王 周王殿下 是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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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只有黑白二色 难道你们四肢鼠 就没有五彩丝和金鸣线吗 还是 你觉得本宫配不上那些贵重的物料 请严妃息怒 下官用黑白二色 是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凸显出严妃高贵的气质 牡丹是百花之王 惊艳贵气 所以要用五彩丝和金鸣线来衬托 而荷花是出于泥而不染 傲然于世 又有什么能比白色 更加显现出她的高洁呢 能跟白色相衬的 又只有黑色 下官也是再三斟酌 最终才斗胆用了黑白二色 绣出了严妃最爱的荷花 你听听 你还真是下了番功夫呢 也罢 既然有皇后五彩绚丽的牡丹盛开在先 本宫的莲花 不妨独处一余 素雅清静些 谢严妃体谅 只是 本宫要的是莲花 你为何一直口口声声地说是荷花呢 莲花荷花是同一种花 只不过 它们的名字叫法不同而已 不过下官认为 荷花的叫法比莲花更加好 为何 下官在老家的时候 常见老人们在祖辞里面放一些荷花 他们说 荷花就是荷儿不同 荷荷木木 一家人只有荷木了 家宅才能够兴旺 荷儿不同 荷荷木木 是 本宫明白了 你做得很好 谢严妃夸奖 如果没有别的吩咐 下官将告退了 等等 周王有何吩咐 这荷花秀得 精致 本王眷了心心 想让副司职 给本王做一个香囊 周王想要什么样的涂鸯 既然副司职这么有想法 那你就帮本王想吧 遵命 副司职 是 周王殿下 想家了 不是 看着不太高兴啊 下官的私事 不劳殿下顾问 下官告退 谁在哪儿 我是尚荣爵的私志 傅容 深夜游到 行迹可疑 走 跟我们到社会处 自然有人审认 我只是晚上睡不着 想出来走走 走 跟我走 放开我 你 周王殿下 周王殿下 是本王让父子这来的 母妃的身诚也快到了 想让她给母妃秀一样礼物 因为要保密 特地选了晚上过来 你们这样一嚷嚷 是想毁了本王为母妃准备的惊喜吗 不敢 请殿下恕罪 下去吧 记得守口如瓶 是 多谢殿下 他们弄伤你了吗 不碍事 真的 明天到林霄阁来一趟 取点趋于止痛的药 不敢劳烦 下官会自己处理的 尊者赐 下一句是什么 不敢辞 明白就好 明天本王会在林霄阁等你 你如果不来 就是抗命 周王殿下 墨没了 过来帮本王摸点墨 不乐意啊 下官 是来拿药的 你以为拿本王的好药 不需要付出点代价呀 看来这药 下官消受不起 下官告退 来都来了 你以为你能轻易地走啊 别忘了御花园的事 你还欠本王一个人情呢 深夜游荡 确实有错 殿下可以告发下官 但下官 不会受殿下要挟的 前朝有一群宫女 不满卢妃虐杀身边伺候的人 企图毒死卢妃 因为在深夜勾结联络 被巡逻的侍卫发现 抓到了一个宫女 严刑拷问下 这个宫女供出了真相 最后你才怎么着 所有人哪 都被除以急刑 下官 不太明白殿下什么意思 就是想告诉傅司制 本王如果要告发你行为反常 死的可不止你一个有 整个司制处 总共有多少人 一人做事一人当 皇宫不讲这个 讲的就是结党连坐 你过来吧 让你抹点磨 要非本王多少口舌呀 皇上 周王殿下 怎么这我才来啊 女官各有私职 很忙的 女官忙是为了伺候皇族 你为本王忙 是理所应当 来 把你的手抬起来 扶在额上 为什么 你要抗令啊 好 动作稍微优雅一点 别那么僵硬 来 本王教你 本王教你 来 放松 手抬高一点 抬点头 来 跟本王学来 来 跟本王学来 学呀 别动 就这样啊 别动 别动 好 不要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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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就这样眉头微微皱着啊 更惹人连爱 不 谢谢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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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我 我怎么 你晕倒了 太医说是劳累过度 药都给你煎好了 去哪儿啊 奶女说说不清 殿下行为遇举了 说相关不能方便 你帮我躺下 我 殿下再这样 相关要冷了 这是本王的寝宫 本王的床 你嚷嚷的大家都知道 本王只能挨陛下一顿训斥 顺手把你说作歉 我 对你来说 你算得上是一条 攀龙附凤的捷径啊 那好事了 那就给本王躺好 快 来 上嘴 我自己会喝 你为什么总是跟本王对着干 是殿下总是针对下官 谁叫你总是不甘不冤的 这样最容易引起男人的兴趣 殿下你这是 你要再顶嘴我现在就要了 再有个性 再伶牙俐齿 也扛不过去 是不是很无奈 都是 reais 算不妙 置λ 真的很累 晒 你看 人啊 你不是 别的 别的 你想 怂合了 你觉得是什么 有趣的 或误性感 怎么 market 有机会做本王的妾 却一口一个拒绝 你肯定有心伤人嘛 他叫什么 在哪里当差 与你无关 没有反驳第二个问题 看来确实在朝廷当差 本来还拿不准 可你的表情帮本王确定了 傅思智来自韩王府 这个男人应该 跟韩王府有关吧 呀 又猜对了 没错 我是有性伤人 而且这一辈子 也只有他一个人 正在 下官不想再喝了 你亲自绣的 殿下指定让下官绣的 下官怎么敢为令 嗯 这 这 这是朝风 是 这么多吉祥的图案你不用 你用一个丑陋如狗的朝风 你这是计讽本王 是殿下让下官为你选的图案 是殿下让下官为你选的图案 下官觉得 这个最合适 你 你说 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这朝风 虽然长得像狗 但毕竟是龙子 而且他和殿下一样 都是排行第三 只是因为排行啊 朝风象征威严 而殿下的威严 下官已经领教过了 朝风的威严 是震慑妖魔的 谁是妖魔 本王就震慑谁 绣皮已经承上了 下官告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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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本王亲手喂的药 还挺管用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上次害你晕倒 本王还挺过意不去的 想要什么 说吧 尽管说 想要 殿下以后不要再对下官 忽来唤去了 做不到 那下官别无所求 真的 机会难得哦 却这么白白放过 下官也不是初次和殿下打交道 殿下的东西代价昂贵 下官要不起 本来还想带你出宫见见家人 竟然不稀罕 算了 真的 真的 好 喝了 这都不好 看死我了 这都不好 监王 下次措辞 还是要再三斟酌 跟措辞没关系 因为是本王上的奏章 太子才会挡回来 太子对殿下戒心还是很重啊 本王也不会任人挫援暗免的 我写了篇剑文 前章是拿去看看 若是还行 我找几位程亚义 下官告退了 站住 周王殿下 手里拿着什么 你还会跳舞啊 何时给本王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殿下误会了 这是给太子妃做的 只是她嫌衣物不过华丽 想要多加一些宝石上去 你不赞成啊 衣服讲究适合 并不是越奢侈越美 不过太子妃既然这样吩咐了 那我就多少再加一点吧 多少加一点 加太多了 反而会设得起吧 你可真是会让人难堪啊 太子妃刚入宫 正要立威 她要一条裙子 你就推三阻四 你让别人怎么想 你傅司制 根本就没把太子妃放在眼里 可下官是为了太子妃着想 她应该不会因此怪罪吧 她当然不会怪罪 她如果怪罪 你就成了节俭的榜样 她就多了好奢侈的恶名 可是她如果被迫沉默呢 她就会威严扫地 连一个女官都不把她放在眼里 她以后还怎么掌管毒公啊 爱庄 多谢殿下指点 明白了 明白了 用料多少 好看与否 都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司制署 首先要尊重太子妃的意愿 嗯 她怎么吩咐 我就怎么做吧 好 写得好 阿爷 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方千里 你们好好看看 这是周王写的号射箭 品评 品评 是 自古明王圣主 虽因人设教 宽望随时 而大药已节俭于身 恩加于人 二者是物 写得真好啊 朕一直担心 皇子过于娇奢 可是周王不但实时自省 还写了这篇号射箭 朕甚感欣慰啊 太子 阿爷 抄一份 放在案头 时长读一读对你有好处 是 这是 折一份 是 你 你看 有什么 殿下叫下官来 就是为了这个 上来 本王推你 怎么 要本王亲自抱你上来啊 下官 不喜欢小孩子的玩意儿 你知道秋千是怎么来的吗 估计有人闲来无聊 做来解闷的吧 错 这是祈祷之物 祈祷 春秋时期 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习俗 汉武帝是把他引入了汉宫 清明节 以树鸦为架 赋以彩带 用来祈祷千秋之寿 所以他原来的名字叫千秋 后来为了避讳 才改成了秋千 原来如此 是 荡秋千 给人一种腾云驾舞的感觉 荡着秋千 为自己关心的人祈祷千秋之寿 是一种远远流长的文化 并不是傅思氏说的 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他真的 可以祈祷人平安长寿啊 大人 大人 坐稳了 去 到月高 祈祷月灵夜 那就当高点 你不怕摔下来啊 不怕 走 不求你千秋百岁 只求你平安回来 一定要回来 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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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儿儿 没事吧 这是下官的闺蜜 非知青不用 请殿下 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了 行 听你的 多谢殿下 但是有件事你得听本王的 明天陪本王去骑马 下官 不许说不 我是上龙爵的女官 又不是凌霄阁的宫女 凌霄阁的宫女 可都是通过内人试的 这司徒尚仪对傅司制的 内人试考核 好像过于严厉的一些 要不本王找阿爷说个情 让傅司制早点成为宫内人 你 卑鄙 你也卑鄙 串通尚仪局 故意不通过考核 逃避侍奉陛下的责任 本王就觉得奇怪了 这个司徒尚仪 人员这么差 为何你傅司制愿意帮他 特意差了差 原来你们早有勾当 怪不得 请殿下 爸 不要把话说那么难听 司徒尚仪面冷心热 是个好人 行 你们都是好人 本王就当坏人 现在光明正大地威胁你 明天陪本王去骑马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傅司是生气的样子 特别可爱 你 降生放松 驾 你慢点 驾 装王天下 芙蓉 快抓住降手 停下来 别抬了 芙蓉 救命啊 驾 芙蓉 装王天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的庄稼 这可穿完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 踏坏的庄稼我赔 你拿了这个扇子 去长安大街的黄三绸缎庄 让他们给你五十罐 一把扇子能换五十罐 我不信 你去了就知道了 想用区区食物来换礼眼香盘 这恐怕行不通吧 区区食物 就算是龙肝奉心 也只是满足口腹之欲 口腹之欲可不是小事啊 听说过民以食为天吗 民间俗语 民间俗语 当然听过 这句话可不是俗语 他出自史记 历生路甲列传 王者以民为天 而民以食为天 尚书洪范中列出国家八证 一约十 二约祸 三约四 四约司空 五约司徒 六约司寇 七约宾 八约诗 这十就摆在了第一位 我再问你 大家总说的江山社稷 社稷值能指的是什么 稷为白骨之王 所以历代帝王奉赐 稷为骨神 从而只待天下 周王殿下 一定读过很多书吧 多到你不相信 睡不着时 只能点灯读书 把黑眼熬过去 殿下总是睡不着吗 对 为什么 是吗 因为 我是三皇子客 二位贵人 你们的菜来了 二位请慢用 吃啊 怎么了这是 殿下一番教训 让我知道 食物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面对他们 我应该敬重一点 原来 副司制也会说笑话 这不是笑话 挺好笑的 好了 快吃吧 一会儿菜凉了 就不好吃了 读书方知天下事 虽然 殿下有时候行事 有点让人受不了 不过懂得多 读书多 我是真心佩服 你喜欢有本事的男人 我说的是佩服 不是喜欢 你这么倔强 又爱挑字眼 你当初那个心上人 到底是用什么法子 才让你动心的 不说话 怕我查出他 把他杀了 你 我开玩笑了 快吃 快吃 你看 我 我 你 你 是什么人啊 韩王府的一个朋友 他扮演的赵子龙 可是活力活现的 是个忌人 太子殿下 这位兄弟 请问黄三绸断装 来走啊 这是黄来顺 黄三在对面 这位客人 请留步 你是要去买绸断 我哪儿买得起 我想拿这把扇子 去换钱去 这扇子 可否借我看看 这是谁给你的 我的庄稼被马踏坏了 有个郎君送给我这把扇子 说可以去黄三绸断装 换五十罐 陪我的庄稼 这样 我给你一百罐 你把它卖给我好不好 行啊 伙计 拿一百罐过来 好嘞 给这位先生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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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周王的东西啊 你做得很好 下去领赏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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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上去吧 这周王虽是颜非生的 可毕竟也是殿下的兄弟 何必总跟他为难 大家和和睦睦的不好玩 本王也想和睦睦的 你看 西非生的赵王勇 颜非生的季王霄 齐王震 他们不需要担心这些 因为无论是谁掌权 他们都只能在一旁做个看客 可是本王不同啊 本王和太子 都是从同一个娘胎出来的 太子有烦恼不便严明 只能交给本王 所以为了阿娘 太子 更为了王妃你 本王也得尽力才是 可太子的身份如此尊贵 周王怎会困扰到太子啊 周王这次回来啊 连做了几件让龙心大悦的事情 可他终究也有年少青皇的一面 阿爷最看重农根 若由着他这样肆意妄为 总有一天会出事情的 所以啊 还是提醒他点吧 别想那么多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嗯 听王妃的 今日 太子献了杨池叔住的汉书 这是一件大好事 值得庆贺 太子 朕与你碰饮三杯 阿爷 儿子是做了 而应该做的 太子不要过于自谦 汉书 汉书 故傲坚深 汉桓帝是 严祖曾经为之作助 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魏晋南北朝又有 晋卓陈赞等人 住家多大二十多家 可惜啊 住家虽重 但说法护义莫中一事 直至今日太子献书 才算是功德圆满了 国家要得钱财 就得注重教育 而教育则要从书籍开始 而让杨池输入汉书 只是为了尽一份心力 愿大唐文教日益兴盛 太子有这样的远见 是大唐的福啊 朕要把这本书置于洪王馆 传于子孙后代 陛下 臣也有一件东西 想献给陛下 承上来 这也算献宝 陛下 这可是臣花了一百罐 从一个田嫂手中买来的 田嫂 是 什么意思 那日臣在街上 见到一个田嫂痛哭 他说 他自己的庄稼 被一个年轻的郎君 在打猎之时纵马践踏 一家人的生计皆毁呀 这扇子 正是那郎君 临走之时不慎掉下的 我看他田嫂可怜 就给了他一百罐 将这扇子买了过来 周王 扇子 确实是尔的扇子 但人的扇子绝不是不胜掉落 而是给了田嫂 踩踏庄稼的是你吗 是 是尔 伤长 农耕何其难哪 朝廷百般扶持尚决不俗 你在周周喜爱田恋 曾经踩踏过庄稼 于是几次弹劾朕都饶住了你 今天 竟敢在长安胡闹 这次 朕绝不轻饶 微臣奉陛下之命 教导辅助周王 都是微臣没有尽责 周王才会犯错 没有尽责 不尽责还有什么资格 待在朕的爱子身边 传令 在 学去前文景峰帝改派昭州 阿爷 张氏你 别在 朕还没有罚你呢 传令 在 周王和 交往任性 踩踏庄稼 张泽武 二婶 是 你说 周王挨打了 陛下为何发怒啊 好像 好像 是周王骑马 踩坏了庄稼 昌国公就告到陛下面前 啊 还拿到了罪证 听说 是一把扇子 要是 你 要是 你 要是 要是 你 要是 你 要是 你 难处 可儿 听母妃的话 你还是回周周吧 儿 儿想多陪陪母妃 你是想多陪陪母妃 还是想多陪陪另一个人呢 什 什么另一个人 窈窕淑女 君子好囚 儿现在没空想这些 儿就是比较担心前仗室 赵王一向跋扈 仗室又喜欢直言抢劫 这两个人撞在一起 更怕仗室会吃亏啊 这事现在不能提 等哪天陛下心情好了 你再讨奔令吧 二十诚 把一个身强力壮的皇子 打成这样 他们也太狠了 认认吧 颜妃 傅思智 是来送绣品的吧 卓王现在身子弱 你若是来送绣品的 要清淡婉约些 可别弃着他 为什么不告诉陛下 骑马踩踏庄稼的 施下官 本王不是保护你 是保护自己 送马踩踏庄稼 不过就爱二十招 如果是违反宫禁 私自带女官出宫 打得肯定比这更狠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多谢殿下 那给你个报答的机会 去把那边的实际拿过来 去把那边的实际拿过来 翻到吴王碧列传 吴王碧者 高帝兄 刘仲之子也 有宿夕之忧 不敢自外 使玉琪 使玉 那个字度欢 在古代是马民 后来也只待欢乐的欢字 使玉琪欢兴 王曰 何以交之 天之悔祸 足取奔北 殿下 读完啦 是 懂吗 吴王刘碧 是汉高祖哥哥 刘仲之子 孝文帝时 吴王世子 因为以皇太子下棋起了争执 被皇太子所杀 后来吴王起兵谋反 三个月后 兵败如山道 生死过除 没想到做了王 也未必能安安稳稳 下场还这么惨 毒使 可以让人开阔眼见 看清身边的人和事 想学吗 嗯 嗯 今天不行了 你明天过来 本王好好跟你讲解一下 这片吴王碧铁传 这 怎么 本王没资格叫你副司制啊 下官是不敢劳烦殿下 不想也要来 你知道本王的 就喜欢强人所难 你 是 又要去 把头发 绝不杀 你不想要去 原本是反映天下万物的变化 只是人的功力心太强了 没有好好理解它 才把它看作捕师之书 殿下 这 这是我的手帕 怎么会在殿下这儿 捡的 捡的也应该还给我 比起那个声名狼藉的盛楚墓 我到底插在那儿 你是怎么知道的 哦 想不到 盛楚墓跟陆琪的那个赌局 是为了你啊 要不是为了我 他们就不会约定殿陛武 也不会出征 也不知道楚墓 他现在怎么样了 失火于失 凶 你 虽说 虽说不能把易经看作捕师之书吧 但偶尔算命还是挺准的 来 来 今日过后 下官就不会再来林小哥念书了 喂 喂 喂 我说笑的 留在长安舒舒服服的 以后还会是个国公 何必去打仗呢 就是啊 听说 盛楚墓还死得特别惨 是吗 傅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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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 楚墓死了 来 来 来 傅司之 傅司之 你没事吧 傅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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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儿还能喝下一点粥水 今天连粥水都喝不下 太医也束手无策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是异症啊 这可是异症啊 不是异症 太医说是伤心过度 我们管不着 来呀 给我抬走 你们要把傅司之 带去哪儿 疗狱鼠 那可是重病的工人 等死的地方 满屋子的病气 好人间却撑不出 胡送到疗狱鼠 这病气如果在宫里传开 谁担得起的责任 抬走 不行 不行 什么 这算什么东西 轮到你说不行 这是干什么 殿下 殿下 不能让他们把傅司之 带去疗玉鼠 殿下 奴婢 也只是按照规矩办事 谁啊 本王的规矩 是你们马上滚 是是是 奴婢这就滚 这就滚 走 还好你心里明白 没有直接把他送到灵霄阁去 而是送到我这儿来 要不然 真是说不清楚了 多谢母妃 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总该让你有点顺心的事吧 楚慕 楚慕 你就不能找个心里油腻的吗 楚慕 你这样 多受罪了 楚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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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楚慕已经死了 桃月忘记他的 桃月忘记他的 吃药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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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他都是为了我 在我出征的 所以你就不活了 专王殿下 我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 不是为了让你给生主不实情 欠我一条命 你要再这样一天天不吃不喝 我每次都这样为你 起来喝药了 喝药了 来 给我 我喝 想开了 CHA1 CA1 珠慕在天上 一定不想看到我颓废消沉的样子 我想求专下一件事情 你想去看圣珠慕的墨 是 就你这倔强脾气 早就猜到了 我早有准备了 那就去吧 楚慕 就是在这里面 乱军之中 没有找到尸首 这只是个衣冠中 没想到 他连尸首也回不了家 周光殿下 我想一个人 在这儿待一会儿 好 我 我 兄弟 中国 他 中国 你 然后 我 你让我等着你回来 我就会一直等着你 既然答应了你 我就要一辈子都等着 绝不食言 优优独播剧场 又在爱上探气啊 下官好像做了一件卑鄙的事 做了什么 艳艳于飞 插翅其语 离愁万丈 令人肝肠寸断 这是离别式的千古之祖 可该离的还是阿里亚 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吧 �서我什么事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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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书里拿点什么 这是给新南公主的绣品 这都是你做的 是 傅思枝 你偏心啊 你给新南公主做的绣品 比给本王做的精致多了 怎么都是红牡丹啊 为什么会有件男人的衣服 这 这是公主要赏人的 这件本王要 不行 公主她 今天是本王的生辰 本王就想要一件衣服做生辰礼 不可以啊 可是 你看 正好合适 我需要一件事 你也要做得很好 这件事 你不想要一件事 因为你很想要一件事 因为你不想要一件事 你也不想要一件事 你不想要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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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妥 被我说了 那他就是我的 好看 殿下 殿下 我只爱你这朵红牡丹 红牡丹 傅思志 怎么都是红牡丹啊 这是冲着傅思志来的 来人 殿下 这风筝飞进皇宫 弄得无烟瘴气 去查查到底谁这么大胆 是 红牡丹 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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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写 解写 放了这么多 大嫂应该能看得见吧 把这个也放了吧 好 来 拿着 谁在这放风筝 扰乱宫廷秩序 站住 别跑 私自出宫 是啊 阿娘 这个傅思志 当着您的面儿一般正经 四家里可不正经了 您得严惩他 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段时间了吧 为何不禀报 阿娘 您那会儿狠狠地教训老儿一段 儿子哪敢跟您说这等小事啊 违反功绩 擅自带走女官 我看这周王真是胆大包天哪 阿娘 不是周王 是父子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您跟我是不是这么细啊 母妃的病 看起来好多了 有你这样孝顺 我的病 自然好得快了 儿子倒是觉得呀 是达平大师善以讲经 才为母妃解决了许多烦恼 也有这个缘故 燕妃 皇后来了 宫女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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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哪儿 没有人 两个人 很有事 是 女皇后 武'd 王女皇后 开心 小孩 还让本宫怎么罚 快快把你母亲扶起来吧 这还病着呢 谢皇后 你们是不知道本宫的难处 这宫中如果人人都犯宫规 这后宫就得大乱 我还怎么向陛下交代 是 还请皇后多多担待 这次就算了 不过周王也要记住 不要再犯宫规了 是 你听见了没有呀 是 而绝不再犯 这陛下的嫔妃本来就多 这两年真是越来越难管了 本宫 想整顿后宫 想请严妃帮帮我 我 皇后殿下每日事务繁忙 若能得严妃相助 必定会轻松不少 可母妃的身体一致 不碍事的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只要皇后不嫌弃 我去给你打打下手 好 第一件 就是管理宫门出入 这皇宫要是什么人都能进来 成何体统啊 从今日起 不管僧侣还是道士 如果没有陛下和本宫点头 一概不准入宫 这 皇后说得对 皇宫的门禁 是应该严厉些 门禁管得严了 周王就不会再犯错了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远返宫禁 私自跟周王出宫 你把我对你的信任置于何地 微臣有罪 你是有错 但不止有罪 微臣有错 我体谅你思念佳人 但我脑腻不知好歹 这次姑且饶了你 日后做事要规规矩矩的 不要仗着我宠爱你 无法无天 是 起来吧 微松 拿一些治愈精的药告给他 是 是 多谢皇后殿下 多谢皇后殿下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起开 你快放我下来 殿下要干什么 帮你擦药 香官有药 皇后给的 你 忍着点 疼吗 这次是我连累的 是我自己要出宫的 是我连累了殿下 是我连累了殿下 你不懂 从小到大 只要我在乎谁 谁就会出事 最疼爱我的乳娘 因为触犯了宫规被张毙了 像姐姐一样照顾我的宫女 莫名其妙地就病死了 后来我谁也不接近了 怕也不敢叫人陪 自己点起蜡烛 整夜看书 还有悉心叫到我的前掌石 也被调到了赵州 我找你 就是想有个人好好说话 可是我知道 这终究也害了你 好了 是吗 收起你那同情的眼神 本王就算再倒霉 也不至于让一个女官来同情 再说了 本王有法子反击 殿下要怎么反击 本王只是带一个女官出宫走走 可他那位完美无瑕的太子 还和一个纪人在街上称兄道弟呢 我到时要去问问陛下 到底谁不守规矩 殿下不要 你帮着太子 我不是帮着太子 我是担心陈姬性命不保 我管不着 殿下 殿下 你平日里那么倔强 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纪人 跪下来求本吗 宫女也好 纪人也罢 在皇族的眼里 不过都是蝼蚁 可就算是蝼蚁 那也是一条命啊 陛下知道这件事情 最多赤责太子几军 殿下也消不了多少情 可陈姬是要当大罪的 我下跪 不仅是为了陈姬 也是为了殿下 为了我 殿下饱毒诗书 满腹锦绣 千万不要让腹中的锦绣 变成恶毒的枝叶 没有了善良和美好 同情和仁慈 就算站得再高 也不会快乐的 傅柔不想看到殿下 变成那个样子 难道本王任他们作践 就会快乐 本心真我 甜苦自知 本王心里尝不到甜的 只有苦思 好了 我答应你 不用这件事报复皇后 但不是为了臣姬 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你 快起来吧 来 多谢殿下 来 母妃 给您熬了参汤 先休息一下吧 柯儿用心了 来 吃点喝 好吗 皇后太过分了 母妃只是听人说说佛里 又没爱着她什么 她却借着整顿后宫的名义 禁止僧侣入宫 还把这么多事情 交给母妃来做 是把母妃当作她的奴婢了吗 她呀 就是想辛苦我一下 那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力不从心呢 她那个身子还不如我呢 这些年 都是为着太子在苦撑着 说到太子 我怎么听说 她交上了一个寄人朋友呢 不会吧 不会吧 可能是谣言 儿没听说过这事 这件衣服 我都看你穿了好几次了 哦 儿喜欢 你是喜欢这件衣服呢 还是喜欢 做这件衣服的人呀 是吗 母妃 玉佩送出去了吗 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你这孩子 你若真心喜欢 就开口找陛下把她要到身边来 这么拖拖拉拉的 你自己不能受呀 男女之情嘛 得你情我冤 她要是没想通 而硬是把她拉过来 也没意思 随你 你倒是个痴情种子 叫你 诞王殿下 来啦 快 过来坐 来啊 殿下遇到什么喜事了 脸上都笑出花来了 新南要嫁给宣伟将军了 妹妹出嫁 当哥哥当然替他高兴 父子之为何一连苦仇 遇上了傅新南 他是不会复兴的 这么有信心 殿下还有什么吩咐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小冠千告退了 叫你来 当然是有好东西要给你了 没见过吧 这都是异国的传案 你们司制署那些绣品 整天绣的不是花开富贵 就是杏林春宴 是不是需要一些 新鲜又漂亮的图案 下官正为这些头疼的 这些是哪里来的 炎子方弄来的 炎子方 殿下 认识一个叫炎子方的人 就是最近归顺的那个 四爱帮帮主啊 他不是姓方吗 他家破人亡后当了海盗 改了名字 现在重新做人了 自然要把名字改回来了 光咬不得没吗 家破人亡 当了海盗 是 难道真的是他 你认识炎子方 这名字 像是我一个故人的 真是小看你了啊 一个广州城商务家的小娘子 和鲁国公的郎君扯上了关系 现在又和一个 海盗居然是故人 你也认识炎子方的 事实无常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也对 傅思智的人生格外精彩 说不定 以后还会成为令人羡慕的王妃呢 你们也是 下官不敢妄想 只要你点头 本王让你妄想成针 既然是妄想 就不应该成针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子芳哥哥 真的是你 你之前为什么要瞒着我 因为 因为他是见不得人的海盗 所以没联合你相认 柔儿 柔儿是我叫的 你应该叫嫂子 你才叫嫂子吧 她是我定过亲的妻子 你弄弯弯在你吊下江死那一刻 就已经结束了 我是吊江的了 但是我没死啊 你就当你死了 你别叛军追杀掉下海 你怎么不当自己死了呢 你们都放手 子芳哥哥 你能活着 我真的很高兴 不过 在我心里面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哥哥 听清楚吧 哥哥 柔儿 我带你去湖那头 带你和珍姐 柔儿 你也许当我是好哥哥 但我没有把你当妹妹啊 你是我爹给我定的妻子 我们定的是娃娃亲 不是娃娃兄妹 你还记得这个吗 什么是年纪 我还好意思拿出来 给你看看新的 柔儿给我绣的 亲手绣的 像 看到了吗 她给我做的 你做到 不是的 她喜欢我所以才给我做 她喜欢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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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十分哥哥 你松手 你别手了 她喜欢的是我 你胡说 她做的 你 又是你做的 她还让我亲了呢 赵王殿下 你 冲谋 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 对 哪天 还有这种误会吗 是啊 被亲了就说实话呗 像我被圣褚沐亲了 我就被当的是个误会 柔儿 我这才是真的误会 柔儿 柔儿 这蛮苦子弟的话信不过 还是我好 柔儿 别打了 褚沐 我芳哥哥 你们是小孩子吗 这太幼稚了 还是本王好 你去哪儿啊 本王陪你啊 冯兄弟 说 这玩意是你叫的吗 你今天必须给马海妞一个交代 我给你一个交代 行了行了 别打了 别打了 这都被我打起来可怎么办呢 我又不是马海妞你拽我 干什么 长得太美 这是作孽 忍着点啊 没事 皇子爷干大 简直是胆大包天 必须严惩 算了 他们两个合起来倒着一个 伤得比二二还惨啊 你就逞能吧你 疼不疼 一点都不疼 起轻点 周王殿下 不知殿下召唤侠官 有何吩咐 不疼不疼 看见了吗 看到了 你的心上人盛楚慕 他打的 你要负责 可是那天动手的 又不止他一个人 说得好 炎子方也要送到你头上 为什么 别瞒了 他是你的娃娃亲 那天打架的时候 一人一嘴都说了 这两个架 袖子来了 下官回去补 不行 本王要看着你补 这里又没有针线 有 不着急 慢慢缝 别扎着手 殿下今天 好像心情很好啊 前长使要回长安了 真的 这次我会求陛下 别再让他回赵州了 希望前长使能够留下来 继续教导本王 跟着殿下读书 听过很多前长使的事 他那么关心殿下 有他在 殿下应该 他就会快活很多了吧 你在乎我快不快活 在乎 不过有个前提 请殿下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下官的痛苦上 如果我把你让给盛楚慕 那你们俩的快活 就是建立在本王的痛苦之上 那本王岂不成了个傻子 危险 不过 你干嘛 讲不过脑袭 成怒了 衣服不好了 下官告退 啊哎哎 等一下 不如把咱俩的快活 建立在盛楚慕身上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下官告退 美人图 下官会给殿下报仇的 本王像是以画换取报仇的画师吗 什么报仇 殿下想要什么报仇 下次出宫陪本王一天 这个不行 他圣主莫生气啊 他还和那个女海盗纠缠不清呢 这种男人亏你也受不了 那是下官的事 不答应 不答应就别提美人图 好了好了 不就美人图嘛 跟本王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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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当然 全都是你的 我可没这样对殿下效果 本王就喜欢换成这样 你 你管不着 跳 就这个吧 有眼光 本王自认为这幅画 把你的神运给抓住 多谢此画 那下官 就先回私质署了 你不去私盐署 去私质署干什么 这个 是给薛私质要的 是梁王 嫌私质署呈上的美人秀相不够好 想再要一副新的花香 你说什么 梁王 是啊 谁 他 下官的画 你到底有没有点脑子啊 杨王那个色鬼 别人躲都躲不及 你倒好 打算把自己的画像 呈给他 你是怕他不知道 宫中有你妇娄这好美人哪 他要是看了画像 起了心思要起人来 你怎么办 他是太上皇的爱子 他想要一个女官 张个口就行了 到时候十个圣储墓也救不了你 多谢殿下提醒啊 我只想着私质署的差事 一时把这事给忘了 神在宫中 也不是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萌萌 再给你画一幅新的 多谢殿下 这画中的女子 这不是 陆云挤的千金 陆盈盈 这不行 你不是讨厌陆云挤吗 可是我跟陆盈盈无冤无仇 明知道梁王的为人 还把她的画像 制成绣品呈现给梁王 这根本就是存心害她呀 就算我再讨厌陆云挤 也不能这么做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你知不知道 你有时候很执拗 这样其实并不聪明 人要学会抓住时机 达到自己的目的啊 上一次 周王殿下和我说 从小就遇到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如果这个世上 多一些像我这样执拗的人 少一些聪明的人 那那些不公平的事情 就不会发生了 好 我再帮你画一个 想象出来的美人 这回肯定不会有人遭殃了 这下满意了吗 多谢 是我要谢谢你 只要有你在 这个世界就是亮堂的 对 李春儿 江陵阳士 周王殿下 要为被处死的宫女超度 至少知道人家的名字 忠王殿下 在宫里面真是神动广大 什么都知道 千传到傅思严了吗 少不了关心一下 我没想到 皇后真的会处死她 人生就是如此不可测 有时候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 就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事情发生之前 谁也想不到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我曾经掉进过这个枝头 差点淹死 是太子救了我 太子 太子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 他看我掉进水里 想都不想就跳了进去 我时常想 要是我那会儿没活下来 在他心里 我就永远是那个可爱乖巧的三弟 而不是他的眼中盯周王 那为什么后来 是谁 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谁 苏天使 那个乙相是文明天下 急受陛下看重的苏天使 他看过我的相 他说我 他说我 他说我的命 贵不可言 贵不可言 你知道这四个字在皇族里面 有多要命吗 那天起 我就成了太子的对手 那宫女的死 你很痛苦 可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吗 死不痛苦 改变 才最痛苦 当你看着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 当你看着和你一起长大的受挫 变成你想都不敢想的样子 那才是最大的痛苦 希望我们 能尽自己最大的一份力量 让这个世界 不要面目全非 殿下 知道本王什么时候开始醒上你的吗 殿下喝多了 是你帮司徒上演那次 你很执拗 你从来不愿意被这个世界改变 这个世上有很多诱惑 也有很多磨难 要想不被改变 要想从头到尾活得像自己 太难了 坚持不住的人 会不知不觉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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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一些自己从前绝不会做的事 谁 是你 是你 我来为自己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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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郎君亲眼所见 你还有脸身冤 你还有脸身冤 请如荫儿把事情说明 芙蓉 答应我 坚持做你自己 尽管显得还不失去 但是本王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这次陛下允许柯儿回宫 我们母子能够守在一起 已经心满意足了 那还甘有其他失望呀 你伺候朕这么多年 朕心里清楚你受了不少委屈 连带着周王也受了不少委屈 陛下说的是哪里的话呀 妻生不是殉贵子弟 陛下却从未有所介怀 妻生还能在这皇宫里 和柯儿一起享受荣华富贵 这不都是陛下的爱护吗 再者说了 在皇宫里生活 哪有尽如人意呀 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柯儿知道陛下是疼他的 这孩子越是懂事了 作为父亲 朕就越觉得亏欠他 母妃 快 坐 新南呀 对盛宵敬的二郎君有意思 是吗 到底是年纪大了 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新南喜欢盛楚令 他如果被迫嫁给陆琪 会生出世段 那鲁国公府和蔡国公府 都会不得安生他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就不为新南操心了 我为你操心如何呀 我 我已经在陛下面前做足了功课 如果你真喜欢傅思岩的话 母妃答应过 傅柔的事由而自己做主的 那我不是看你为了他辗转反侧 我心疼你吗 儿不想用权势逼迫他 求母妃体谅儿的心意 喝茶 喝醉卢 恭喜我 乌柯殿 他们要让你甘迫 乌柯殿 没有没有 这个药物丹 天啊 未来到处走 真是不消停 怎么才来就着急要走啊 既然苏太妃不在 那下官就先前告退了 叫你来的不是苏太妃 而是本盟 要不是有人提醒你 本王还不知道宫里 藏着这么一个绝色美人 梁王殿下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 一根茶针 就想对付本王 论无力 下官确实比不过殿下 你以为本王会在乎你的死活吗 下官知道 在殿下的眼中 下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蝼蚁 算你还有自知之谜 不过 在下官死之前 想请教梁王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梁王知道 梁州在什么地方吗 殿下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这红牡丹 就像刚从枝头摘下来 栩栩如生 梁州 明天你再去一趟 把这话交给傅思岩 就说是本王送的 让他做修品化样子 是 奴婢明天一早就去 傅思岩的绣品 当真是宫中一绝 他如今不在私质署当差了 大家都很想念他呢 苏太妃今天召他去 大概也是为了这 苏太妃 梁州 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问这个干嘛 梁王的封地不就在梁州吗 等下官死了 梁王就要回梁州了 放屁 凭你一条小命 就能左右本王的去向 下官这条小命 只是一根稻草 不过 却可以成为压垮梁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陛下当机分封诸王 早就有明令了 各种亲王都必须要就藏 可是梁王您一直留在长安 并没有遵守陛下的诏令 又不是我一个 那个韩王号 周王可不都待在长安吗 韩王和周王都是陛下的爱子 可梁王只是陛下的兄弟 梁王可以门心自问一下 在陛下的心中 自己到底有多少分量 一旦犯了陛下的机会 梁王真以为自己可以平安地留在长安吗 还挺会唬人 没错 本王在二哥陛下的心目中 没什么分量 但在太上皇心目中 分量可不轻 就算陛下不看僧面 也要看太上皇的佛面 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说 才需要下官这一根 最后的稻草啊 所有人的忍耐 都像这个杯子一样 碍于太上皇的面子 陛下对梁王一人在人 不遵照令 不拘就藩 强行留在长安 是一桩 在京城里肆意妄为 欺凌百姓 是一桩 欺辱新男公主的贴身侍女 这又是一桩 就凭你一个傅思岩 就想把剩下的装满 你也不称称自己 有几斤几两 梁王势强凌弱 逼死一个女官 把大唐律放在何处 陛下也许不会在意 一个女官的死活 但一定会在意 梁王对大唐律的无视 这不是下官的分量 而是大唐律的分量 承蒙皇后厚爱 刚刚做了思岩 如果这个时候遭遇不测 陛下不予追究 皇后的颜面何在呢 所以 这是皇后的分量 一旦陛下没了耐心 难过的 就是梁王殿下了 请你有道理 不认识 如果为了一个女人 被陛下赶到梁州那个鬼地方 可真是不值啊 殿下英明 那么下官 就先行告退了 走吧 谢殿下 梁王殿下 你放开我 你以为你真能威胁本王 本王偏要试试 陛下会不会因为你这个贱人 就不顾太上皇的颜面 把我赶走 梁王殿下 梁王殿下 来人了 梁王殿下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你放死 救命啊 你不挺厉害吗 赏啊 尽管赏 咱们要看看谁敢多管闲事 你 你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个不识抬举的贱人 本王想要的没有到不了手的 这个活王吧 慎主目坐定了 救我殿下 救命啊 放开我 来人 有资格 来人 有资格 来人 来人有资格 抓住他 别动 别动 楚令 楚令 梁王殿下 你放开我 敢打本王 找死 住手 都给本王退下 谁都不许走 我 是定梁王 还是定本王的 想清楚 超王 我是你叔叔 你要不是我叔叔 你还能活到现在 这里不是皇祖父的大安宫 还不退下 你个奇兽 大胆刺 敢对本王无礼 本王一定把你千刀万火 下官可以作证 盛侍卫 是因为天道五的呼救生才来的 撞破了你的恶心 并非刺客 贱人 我绝对不放过你 还不快走 都等着 等着 盛处力 你为什么放他走 你知不知道他刚才差点住 欧打亲王狂妄犯上 你想拉着整个鲁王公府的人 陪你一起死 你们都死光了本王都不在乎 要是今晚的事传扬出去 傅司令以后怎么见人 你马上去找刚刚那几个侍卫 就说本王的话 今晚的事 谁要敢往外说漏一个字 本王就要追死 还不快去 储林 你快去吧 小心一点 储林 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想和你说 怎么就有事想和愿者 这条件事想和您的事想和我们 怎样的事想和你 你最后还能看得到 小娘 那到底什么事情 terrible 我曾本在乎 没有你们 已经不想和我 这较笋迹 你不想和我 就直接走 不想和你 好 对我 没有啊 他也不该乱 你偶旺的 我知道 我先送你回去 不用了 殿下还是找两个内侍 送下官回去吧 被人骗到玉丹阁已经够蠢了 到现在你还认为两个内侍 比本王更能保护你吗 披上 消滚自己了 走吧 多谢殿下 嗯 我现在有点明白 皇后为什么对毒药那么忌讳了 因为皇宫 是一个最倚强凌弱的地方 到处都是阴谋和算计 这里的每个角落 都通彻着弱者的悲鸣 和堆积的怨恨 在这儿待久了 就算是再善良的人 也容易产生恶念 把无法发泄的怨恨 用一杯毒酒解决掉 我 了解别人的痛苦 也了解自己的痛苦 连傅思言 也开始有重念头了 有那么一瞬间 我确实想杀了良王 不惜一切代价 不计任何后果 哪怕杀了他之后 自己将被处以急刑 值得吗 不值得 只要这个世上 还有我所爱的人 我所珍惜的人 就不值得 颜妃 周王殿下来了 没错 母妃 怎么了 而改变主意了 良王 我绝不少你 大哥 只怕良王他不会善罢干凶 大嫂在宫里的话 处境很危险 我明天就去找陛下 大嫂还有句话让我告诉你 前两天还说 不想用自己皇子的身份来逼迫他 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 梁王不会放过他的 我宁可他怨恨我 我也不会让他落到梁王手里 这天底下的事啊 就是这样的 你面前摆着一条路不愿意走 绕啊绕啊总想避开他 结果呢 老天爷会逼着你走的 这就叫命中注定 这老天爷打定主意想要给你的东西 你拒绝是没有用的 只有心怀感激地接受它 这是刚刚解密的海图 这片海域 还有这片 还有这里 这里 这片礁石比较多 陛下 周王求见 朕正在和镇海将军议事 让他等会儿 周王说他有天大的急事 等不得 天大的急事 让他进来 是 陛下 说吧 有什么天大的急事 舍儿的终身大使 前两天问你 你说不急 这一转眼急到这份上 说吧 到底是哪家薰贵的千金 把你急得火烧火燎 而看重的 并非薰贵的闺秀 是宫中女官 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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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皇后身边的 傅子炎吗 是 而现在正非侧非的位置 都空着 身边一个贴心的人都没有 而对傅子炎清醒仰慕 求陛下成全 陛下 圣主墓求见 阿爷 让二把事先说完 陛下 圣主墓说 他有天大的事 要立即面见陛下 什么 让他进来 陛下 今天 天大的急事都聚一块了 说吧 到底什么事 微臣 想秋许宫中女官 傅容 恳请陛下恩许 什么 又是傅容 陛下 微臣对傅司炎是一心一意啊 而对傅司炎也是一心一意 微臣才是真的一心一意 严子炎 你做什么热闹 你做什么热闹 我和傅司炎 早就是青梅竹马 早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定下娃娃亲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里还有他用的 长命所为证 阿爷 儿从来没射出过什么 这次 请阿爷成全儿吧 求陛下成全 陛下 其身 就斗胆 替克尔向陛下 求一个心愿 一个心愿 嗯 一个 两厢情愿的心愿 都起来吧 一个皇子 两个将军 都被一个娘子 迷得神魂颠倒 好 这件事情 朕来裁决 把妇容 陛下 什么事 是大安宫的人来了 请 是 陛下 太上皇让你来的 是 什么事 太上皇有件心事 派奴必来 向陛下说 梁王年纪不小了 身边又没有一个 知冷暖的人 太上皇要带梁王 向陛下讨个人 谁 上礼局女官 傅柔 陛下 陛下 耳对傅柔 闭嘴 闭嘴 看来这个傅柔 真是不简单啊 居然惊动了太上皇 陛下 绝不能把傅司言 交给阳王 阿姨 您成全而易次吧 陛下 不过是一个女官而已 皇后掌管内宫 她又是皇后身边的人 好 这件事情 就让皇后裁决吧 都已经够乱了 你们还来横插一杠 我跟柔儿定过娃娃亲 是你横插一杠 都闭嘴吧 现在能扛住梁王的 只有北望 拜见周王殿下 皇后怎么说 皇后殿下 刚刚喝下药睡了 太医吩咐 天大的急事 也要等皇后病好的再说 各位都先回去吧 殿下 都打发走了 这个傅司言 闹出的动静还真不小啊 两位将军 两位亲王 还加着一位太上皇 这傅司言忽然就成了香菠菠 明明是烫手的山芋 还非要往本宫手里塞 把梁王和周王这两条大鱼给迷住了 还顺手捞了轩威将军 震害将军这两条小鱼 四个男人啊 向陛下抢着要他呢 真有手腕啊 傅司言 恭喜恭喜啊 飞上之头指日可待了 连你也这么说 不要生气了 原来如此 四男争一女 你都还有两个亲王 你那个心上人 怕是输定了 连你也这样想啊 难道皇后会让梁王跟周王失望 对鲁国公府开安 他胜储慕何德何能 竟然能让皇后 为他担如此风险 如果我向皇后求情呢 皇后要平衡皇宫各方势力 你的想法 根本不重要 既然陛下都交由皇后裁决 那我们就等皇后发话 不过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万一惹怒了皇后 不但会害了你 也会害了盛楚慕 那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如果你是皇后 你会怎么决定 皇后是怎么想的 说是四个人 其实是两个人的事 也是 这座臣子的哪能和皇族抢呢 尊卑还是要分明的 不过梁王 周王 皇后打算选哪个 西妃怎么看 虽说梁王和周王年纪差不多 但是论起辈分来 梁王可是周王的叔叔 哪有侄子跟叔叔争的呢 再说 这梁王背后 不是还有太上皇的吗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圣楚慕 颜子方 皇后不会考虑 就只剩下周王跟梁王 你觉得皇后 会怎么选择 关系着太上皇的颜面 皇后应该会挑梁王 不 应该会挑周王 这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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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把陛下放在眼里 要是想要什么 要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陛下的颜面何在 陛下只是不能不顾孝道 直接驳会太上皇的颜面 陛下是想把傅司严给周王 只是不好开口 所以要见皇后您来 陛下这心里啊 真是疼这个儿子呀 还是皇后最懂陛下 只是要难为皇后 替陛下挡住太上皇的怒气了 陛下想要成全周王 我就为陛下 受血气吧 切身替周王谢过陛下 皇后是个明白人 她知道该怎么办 你放心吧 周王这孩子知道了呀 指不定多高兴呢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是陛下让皇后出面 将你许给周王 那很好啊 哪里好了 跟着周王 总好过跟着梁王 你若成了周王的儒人 那好日子可就等着你了 你要再这样 咱们换命的交情 就算没有了 好了好了 跟你说正经的 如果皇后真将你许给周王 那你也无计可施啊 来 桂花 快去把吴上仪请过来 是 无法选择 朕以为 把父子言给周王挺好 妾身也希望 周王能得偿所愿 可是要违背太上皇的意思 妾身就是不孝 太上皇 太上皇 难道你想把父柔交给梁王不会吧 当然不是 但是 总得给太上皇个交代吧 怎么交代 天意 天意 苏天师 相恕天下无双 陛下也曾夸奖他灵验 正好 妾身想出去散散心 去苏天师那里 问问苏天师 这傅司言 可否有福运福事周王 如果苏天师开口了 对太上皇也好交代了 陛下以为如何呀 这件事情 朕已经 交给皇后了 你看着办吧 是 夜深了 陛下还要去何处 颜妃身子不好 朕过去看看她 是 其实 恭送陛下 周王 毕竟不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 陛下 周王到了 阿爷 不知阿爷叫而来 有什么吩咐 你不是想要盛逆宴吗 将周 供上了一批 你随便挑 来人 是 这都是善玉皇啊 是 这一次供上二十八封成年宴 只有三封善玉皇 全都在这儿了 好业好业 行色俱佳 儿都不知道挑哪块好了 那就不用挑了 朕全赏给你 不好吧 这善玉皇的成年宴 韩王也一直想要 就连太子用的那方 都不是善玉皇的 赏给你 你就拿着 看谁敢说闲话 谢阿爷 有焰不能无比啊 来 在 把朕的玉管宣臂拿来 赐给周王 是 那 那可是阿爷的心爱之物啊 你说对了 心爱之物 赏给自己的爱子 合情合理 来 拿着 拿着 阿爷是不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了 朕看见您就高兴 拿着 阿爷高兴 儿也高兴 傅思颜 周王殿下 这是要去哪儿啊 皇后要去奉天观 命下官随行 皇后出行一向是由尚仪局的女官随行啊 怎么思颜也要去啊 下官只是奉命行事 并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原因 怎么满脸的期待啊 你刚刚说的奉天观 是苏天使修行的奉天观 是 看来为了不让我随心 皇后连那个装神弄鬼的老东西都搬出来 是 殿下又收到赏赐了 是啊 今天陛下可大胖了 闭嘴 跟我去甘露殿 殿下放手 陛下答应过 要把你给我 他不能说还不算说 就算去了甘露殿 殿下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件事情 陛下交给皇后处理了 要不及其佳 就是刚能共产心 但是你怎么会 你要弄瞧 ŭ恶 不断的失望吗 兄弟们 杀 防护台长 换我换我 侵旦 杀 独吾 防护台长 换我换 cosa 放 等一下 那不是柔儿车动的方向吗 好大的烟啊 糟糕 出事了 聚会 喊救援 快 上 快 上车 快 皇后 阿爷 阿爷阿爷快上车 上车上车上车 阿爷上车 阿爷上车 马上拉不动 另外找一下 柔去哪儿找 哪儿跑不着 丢下皇后 陛下不会绕过你的 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上车吧 快上车 走 兄弟们 给我追 追 好可怕 先生 小心 阿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跑 阿爷 你没事吧 阿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跑 快跑 快 下 下 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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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你应该走不远 给我走 什么地方 这是 山洞 快 那边有个山洞 快 走 山洞 快 人呢 人呢 肯定跑不远 你们几个 你那边去 是 是 起来跟我们来 是 是 小心点 好 梁王 梁王 怎么了 梁王 梁王 怎么了 啊 伤口发黑 刺伤她的兵器 涂了毒 梁王 梁王 你睁开眼睛 啊 嘴唇发刺 怕是凶多吉少了 哎呀 他躲开 啊 皇后 太上皇 不随你们的 太上皇 你们就一个都不肯放过了 啊 朕的先政 元吉 都死了 朕虽为帝皇 骨肉却多夭折 我儿好不容易长到十四岁 也丢下朕走了 朕也是白发苍苍 就剩下 梁王这么一个儿子 你们还不肯放过吗 太上皇 你是急糊涂了吗 老天 你好狠哪 你夺走我的儿子 又夺走我的孙子们 孙女们呢 抢走我多少儿孙 你还要对梁王下手吗 你 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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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要干什么 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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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太上皇 皇后 太上皇 皇后 你坏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看来这么多年 她的恨意一直藏在心里 她恨我恨陛下 这是奉天观的袁道长给我的 说是可以解读 也许对梁王有用 奉天观的袁道长 人称丹仙 袁之妙 我 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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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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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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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了这个 是宫廷都不了 是他们 这画的是 地图 可树林哪有这么多分岔口 这是山洞 这是在山洞里面 快 看看周围有没有山洞入口 快 是 走 若 将军 就是这儿了 将军 我听老人家说 这大苍山的山洞不能轻易进去 要不我们还是等援军到了再说吧 再说 我媳妇还在里面呢 走 媳妇 皇后不是陛下的媳妇吗 怎么扔她到了 这就在集陛下之所集 救陛下的媳妇 就像救自己的媳妇一样 这就救中心 走 走 那女人 那女人怎么还没消息啊 再等等吧 她不会怀恨在心 明明出去了 去把我们丢在这里等死吧 太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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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有救兵 太山洞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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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山洞 在这儿 为神救家来迟 还请太山洞和皇后说罪 不吃不吃 快快请起 谢皇后 傅子言吗 难道 不吃傅子言 告诉你们地方 你没见到他 是 是女官的衣服 这 这是老公的脚印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大藏神多猛烧 临终起火 士兵搜索 老虎如果受了惊 会攻击人呢 哪有怎么样 柔儿这么聪明 见到老虎他一定会多 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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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子言供办已经 不会的 柔儿 柔儿一定会活着 老虎的脚印带血的一分都看见了 我不信 就算把这个山翻过来 我一定要找到他 你别拦着我 柔儿 我是看在妇罗的面子上 不想让你死在荒郊眼里 你以为我心里就不难受吗 你是难受 我是痛 我不能停下来 我也不敢停下来 我一定会找到他 我一定会找到他 柔儿 柔儿 我是竹木